嗨,这一期的Vlog就是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展 因为我等一下要去看展了 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时间了 只有一个小时 然后我要化妆 然后再坐地铁转公交 再过去那边 因为我住得太远了 也就是住在一个村里面 所以我现在要抓紧时间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房间 这些是我之前化的画我都贴在墙上了 OK,等会见 好了,我现在已经下了公交 然后我现在就是走过去展览的地方 还有五分钟应该来得及 就是这个Gallery 这个看起来很大 我要进去拿票了 大家看一下室内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看不清楚 但有人要戴着那个VR眼镜 我刚刚看完那个VR展出来就觉得超级 虽然票价有点贵,但是完全是超级 因为它真是你自从你戴上那个眼罩那一刻开始 你就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而且最厉害的是你的呼吸 你一呼一吸 它是有那个像彩色的碎片 小碎片出来 然后你还是可以触碰到的 就是你身上的一些感官它就全部连接在一起 让你会觉得特别真实 特别梦幻 然后你进去之后 你完全没有那种跳出来的感觉 你就真的完全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 一点都不违和 它里面就是会有那种树生长起来 就彩色的树生长起来 它是个森林嘛 然后你看你的脚底下下面是个黑洞 然后有一些闪亮的亮片在漂浮 就是它是完全你可以用手触碰 它里面是长出来的树 然后它会有一种 它的树是彩色的 像那种丝带啊 像烟花一样 是可以用手触碰到 然后它就会掉下来 真的特别神奇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就难以形容 只有你亲自看了 你才会感觉到 而且是那种非常非常放松的 就不是那种可怕的效果 就让你身心放松 感觉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像那个阿凡达里面那种 很神奇的那个森林里面 所以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这个 这个Gallery我是第一次来 但是它竟然比我想象中好很多 因为我以为 一开始是一个小的美术馆 原来它是很大的 有好几层 然后里面有七八个展区吧 每个展区都有展 每个展区的展制量还蛮高的 作品数量也挺多的 就是可能看的东西挺多 你能在这边待一下 待上一个下午吧 我觉得 就是看完这个VR展之后 可以附近其他的展区都全部看一次 我觉得这样下来的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嗯 就是我今天也介绍了其他的展览 其他展览有一个摄影展跟一些绘画展 我觉得也很不错 那个作品质量蛮高的 然后今天去那个他的书店买两本书 一个就是这本 教你怎么去拍电影的 因为我最近是在做影片类的东西 然后就对拍小段片拍电影蛮感兴趣的 我之所以买这本书 因为它真的是很可爱 它里面是这种 你看就很可爱的字体 然后 嗯 它的配图也超可爱的 就是这种插图 但它说 说的东西我觉得还蛮 蛮有用的 就简洁易懂吧 教你是一些你必须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例如故事版啊 嗯 你要做什么前期准备去拍电影啊 然后拍电影的时候你要 准备 就是要注意些什么东西 嗯 我觉得是 比较通俗易懂吧 这本书 所以就买了 然后今天买了另外一本书是 一本摄影的书 就当代摄影 我主要是看了一下里面的摄影师 他的作品我都蛮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有参考价值的 就买回来 自己藏 等于藏书 自己收藏起来慢慢研究 今天天气太好了 我打算在这里看回书 然后再回去 不能浪费了这伦敦 这么难得的大晴天 蓝天白云的 可以享受一下我的午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panding 得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发 ель米婷 soir